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 最奇妙的蛋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三只母鸡咯咯咯地吵得不停 因为它们都说自己是最漂亮的母鸡 远远有最漂亮的羽毛 琪琪有最漂亮的腿 猫猫有最漂亮的机关 因为吵不出个结果来 所以它们决定去请教国王的意见 国王说 你们会做什么 比你们长得好不好看 来得重要多了 你们三个肥狼身上最奇妙的蛋 我就封谁当中主 于是全国的母鸡 跟着国王走进了皇宫的庭院里 远远用嘴巴梳了梳他的羽毛 然后坐在湿湿的草地上 过了一会儿 它咯咯咯地叫了一声 然后站了起来 走到一旁去 但是大家都静悄悄的 因为地上立着一颗 又白又干净的蛋 形状好看极了 但可以像魔光的大女士一样 闪闪发亮 于是轮到奇奇了 大家都为它感到有点难过 因为它们知道 奇奇没办法生下一个更完美的蛋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十分钟后 它咯咯咯地叫了一声 然后站了起来 走到一旁去 在早晨暖暖的阳光里 得意地生了身腿 国王高兴地拍起手来 因为地上立着一颗 连鸵鸟看了都会嫉妒的大鸡蛋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蛋 国王叫了起来 所有的母鸡也点点头赞成 当大家还在点头的时候 某某小心地坐在地上 大家都为它感到非常难过 因为它们知道 某某没办法生下一个更完美 画更大的蛋 它是绝对不可能的 过了一会儿 它咯咯咯地叫了一声 然后站了起来 走到一旁去 在大家面前 有个四四方方的蛋 每一天都像用尺 画的那样直 而且十分鲜艳 要从这三个蛋里 选出一个最奇妙的蛋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国王决定 远远 琪琪和某某都可以当上公主 从此以后 它们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而且继续看到的 是世界上最奇妙的蛋 我的故事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 时间三分